兄弟啊 火气别这么大 徐先生 我终于查到你了 是不是说话的地方 走 话个地方说 顾大 怎么样 报告中卫 这里没有人 记住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是 快去 先生 共振党四处在抓你 你真不应该公开行动 你怎么知道 共振在抓我 先生 这事我一时半会儿 跟你解释不清楚 不过 您之前用我的联络站 都不能再用了 一定被共产党找过了 现在必须启用 级别最高的安全物 才能躲过他们的大搜查 先生 之前查了的事 虽然有惊无险 但是 您这是什么意思 说 你为什么要找我 你怎么知道 共产党要在茶楼抓我 先生 是赵珂背叛了你 他现在正带着共产党 四处抓你呢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呢 自从你离开沈阳之后 我无时无刻不再盼着您回来 我没有一天忘记过您的教诲 你居然怀疑我 要不是听到您的小吉安殿 恐怕我现在和彪 彪子一样 早都已经死了 我 我想再来 马龙等人连夜行动 为犯罪嫌疑人赵鹏展开了全面搜网 赵鹏为什么不在你们这儿干嘛 还有 他离开这个时间 具体是什么时候 还去了哪儿 平时他跟什么人 在一起接触的 走了有小十天了 他这个人脾气比较怪 平时敢跟他亲近的人 就没几个 总是独来独往的 赵鹏 赵鹏 这是赵鹏吗 没错 就是他 马上把这张照片 拿回去批调翻译 好 还有 麻烦你把你们这儿的老职工 尽可能多地找过来 我要知道这个人 所有的情况 有小心 你们找谁啊 您是 我是这里的住户 你是 你是住户 您是苏先生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喂 照您呢 喂 老大俊 我是马龙 马龙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赵鹏现在人已经不在这儿了 你那儿呢 人毛都没招招 但是我在他们家的地库里 发现了枪支和炸药 老龙 咱们这条线索是抓对了 不管爆炸案是不是他干的 这赵鹏绝对不是这好鸟 大俊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做个分工 你负责带人 在他周围的邻居家里头 进行挨家入户寻法 看看能不能找到 什么任何有用的线索 还有他有可能的去向 我继续留在这儿 看看能不能找到 什么别的线索 好嘞 原来那个门房老王 他是我哥哥 以前呢 就听他提醒过您 说您挺关照他的 这不我过来之后 也没看到过你啊 老王呢 谭命薄 去年十一月初 是不是刚警方在这儿 得了一场大病 是不是没看过您就死了 我刚刚回来 对了 这是我生医生的一个朋友 我们一起回来的 刚回来啊 对了 前几天金方说 你们这屋里好像亮过灯 不可能我们刚回来 那也可能是他们看花眼了 也许吧 好 魯阳啊 这个就是你说的安全屋 先生 您现在相信我说的话 真是难为你了 我真没想到 你能如此地屡有其欲 竟然在共产内部生存地下来 先生 这些天我一直在担心您 我真怕您去了茶楼 中了赵克他们的埋伏 放心 您这些天 您都去哪儿了 赵克他们 应该是跟您一起回来的吧 那他们叛变 您心边还有靠得住的人手吗 我做的事一下留于后手 对 先生 您此次冒了这么大的危险回谁啊 一定是肩负着很重要的事情 您要听说是命吗 先生 我请求您 把最明显的任务交给我 乌洋 誓死相遂 喂 大军 我这儿有个新的情况 这个赵鹏在沈阳有一个表弟 叫王峰 你通知公安局 让他们找到这个人 那人叫什么 三横王 山峰的峰 怎么了 你的 先别挂啊 查到了 马龙 东关灭门案的死者 这一句叫王峰 什么 大军 这个事上 不会有那么巧合的事 这说明我之前的直觉是对的 这两个案件之间 肯定有关系 你马上向市长汇报这件事情 然后再汇总 所有受害人的社会关系 让他们去辨认 这个赵鹏的照片 里边一定能有新的发现 快 营长 今天把发现的新的情绪好 说 我让所有人 一起仔细回忆了 赵鹏最后一次出现的 我视野中 是一星期之前 当时 他和一个姓李的人 在一起喝酒 好像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吵了起来 姓李的 这个人是谁 有谁知道 我查清楚了 这个人叫李九龄 在火车站做班导工 家住在西小关四号 带着人 给我走 是 快 是位叔叔大队的同志吗 请问哪位是马队长 我 下门 马队长 你们通知我以后 我就赶到这儿了 摸了一下情况 这个李九龄就在屋里 应该下了班 卡泥 我知道了 同志 过来 这 怎么会这样 这个人是李九零吗 没错 是他 这是怎么回事 杨东 马上封锁现场 通知公安局的通知 让他们过来看展 还有电稿证尾 李九零在家里 遭人谋杀 招捧是最大的嫌疑 是 什么 有个搬到工 在家中被杀了 怎么回事 赵鹏目前是 公车爆炸案的最大嫌疑人 我们了解过 他之前和这个死者见过面 俩人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我们就是想 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的时候 没想到 无限的关键是要找到 李九零被杀的真正原因 如果真是赵鹏干的话 可能是他们要达成 某种嫌疑未遂 然后杀人面孔 怎么说 赵鹏很可能 有进一步的行动计划 我怎么都想不通 这个赵鹏幕后的指使 应该是徐汉原 而这个李九零 只是铁路上 一个班倒叉的 他们为什么要 费那么大的劲呢 那李九零身上 有那么大的利用价值吗 我是上勇 什么 好 好 好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北平的电话 中央派李部长做特别专烈 赵沈阳执行特别任务 明晚十一点抵达沈阳 天哪 他们的目标是李部长 很有这可能啊 据我所知 李部长曾经长期领导秘密战线的工作 他和徐汉原是多年的老对手啊 对啊 一定是这样 对于徐汉原来说 这才是最有价值 对啊 现在敌案我命 情况紧急 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大军马龙 到 我命令你们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 全力做好专利的安保工作 付出一切代价 保证李部长安全抵达 同时我会通知铁楼上的通案 配合你们的行动 调集所有党团员干部 负责当晚各个岗位的代班上岗 要排查内部一切可疑人员 另外 把赵鹏照片带上 不管他在哪儿出现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给我控制他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是 无所谓的 明天中午十二点 我们在这儿会合 到时候 我会亲后告诉你 我此行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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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行 都明白了嗎 是 去吧 去吧 徐先生 中心醫院醫生的名單都在這了 陸生 讓你監控的那十幾個點 有意義嗎 沒有 真的 我派出去的都是最得力的幫手 他們監控得很仔細 絕對沒有一點異常 更沒有共軍在那兒轟動 徐先生 現在您能跟我交個點了嗎 我們為什麼要監控那些普通的居民虛啊 老天爺真是保佑我呀 他要是可靠的話 那對我們完成任務 就更有把握了 徐先生 恕辱聖與頓 我怎麼聽不明白您的話呀 爸 你很快就會知道了 徐先生 現在我們可以 你堅定地執行我們原定的計劃 把你的人都給我召集起來 我要親自等你 是 好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發行 把那個地都 把這個趕快發出去 好的 這個你記一下 報告 首長 李部長專列已經進入我們的下區 據沿線各地的警衛報告 迄今為止 一切正常 還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目標 好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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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pow 德國 詠人 大rov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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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他被杀的原因 马上给我接通赵大金和马路 是 通了吗 通了 大军 我是尚勇 现在通报一个最新情况 赵鹏四天前就被杀了 现在尸体已经找到 看来 杀害李九龄的真凶另有其人呢 之前我们的破案思路 可能要改变 这样 你们现在什么都别想 别管他们耍什么花招 也别管是谁干的 一定给我确保专列的安全 好吧 知道了 怎么了 赵鹏四天前就死了 那这么说李九龄不是他杀的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之前的猜测全错了 专列天亮就要到了 先完成眼下的任务再说 通知还在外面搜查的通知 让他们赶快归队 是 经理 首长好 你好 我是张勇 老杀 你这是干嘛呀 搞这么大个阵仗来欢迎我 一言难尽啊 好在您平安抵达 我这心啊 总算放回肚子里了 怎么 有什么情况吗 上车吧 我们边走边待 好 通知沿线部队 首长已经平安抵达 让他们全部撤回营地 休整待命 是 请 好 我看就这样吧 小吴跟小张 他们俩这入党申请书啊 咱们就不再讨论了 看以后他们的表现 是不是 好 那个 会议到此为止 剩下点时间 我想说一说茉莉的事 我现在觉着啊 咱们的工作重点 目前应该放在 继续观察茉莉 怎样找出这件事情 背后的真相 大伙说是吧 谭书记 这件事情 得靠马龙 对啊 这个是马龙的事 谭书记 我还用你说呀 我不知道 马龙比咱们都强啊 可是 咱们得理解马龙啊 马龙现在忙着破案呢 能因为这点事 去折腾他去吗 谭书记啊 按我说吧 我们应该尽快安排 茉莉去打胎 他怀的可是特务的中 对吧 对啊 谭书记 我能抓紧安排 茉莉去打胎吧 这可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你别说 你们这提醒啊 有道理 你们的意见啊 我会往心里去 好好考虑考虑吧 至于茉莉 愿不愿意打胎 这个孩子将来 到底怎么办 我认为 咱们大伙还是应该尊重 她个人的意见 你们说呢 所以呢 我认为现在茉莉 说到底也是个孕妇 虽然对她的审查 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 她的身体问题 所以我建议 咱们在座的 从伙食费当中啊 省一省 发扬点咱们 屈伪的优良传统 拿出点钱来 大伙儿凑一凑 给茉莉啊买点营养品 让她补补身子 大伙儿有意见吗 十九块钱 我先来 还有我的 放下来 还有电视块 繁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太让人着急了 我去劝劝他 莫莉 今儿可是我姐亲自给你熬鸡汤 你一定得尝尝啊 特别香 莫莫 可香了 多少喝点 你这是想干什么呀 你干嘛非跟自己过不去啊 莫莉 莫莉 你知道这段日子 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真的有点恨你 真的 我恨我跟你姐妹一场 你竟然不相信我 我自认为我跟你最亲了 但是你的事儿 我却后知后绝 我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我一点事儿都不能为你做 其实我知道啊 你应该也明白 我姐那么做都是为你好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盼着你好 真的 我知道 莫莉 你也认为你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 哥 别的事儿 我一定会替你说话 我一定顺着你 但是这回真不行啊 你想想 你怀的那颗是特务的重 你到哪儿谁能容得了你啊 你多少吃点东西啊 行吗 你别这样了 行不行啊 我们大家那么努力 怎么就感动不了你呢 你这样不吃不喝下去 你非把我们逼疯 你知道吗 对 多喝点了 你想通了 我想通了 我就算不为自己 也要为我肚子里的孩子 多吃一点 莫莉 我告诉你啊 你趁早打消了走的念头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 你去哪儿去 你没有通行证和介绍信 你往哪儿去 你哪儿都去不良 你知道吗 那我就留在这儿 把他生下来 看什么 你这么说 什么 那怎么说 妈 妈 你怎么听 妈 自己的 很多人都会担心 死了 这是什么 我 我 你们 爹 姐 莫里的事不能再拖了 要不然非出事不可 不是 怎么了 难道她还没有开始吃饭吗 她吃饭是为了保住那孩子 你说怎么办呀 老上啊 党中央最近发出了 要召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 在北平召开的这次政协会议上 要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纲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等几个历史性文件 同时要确立 国旗 国歌 国都 纪元等几个重要文件 从而完成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老上啊 属于咱们人民的新中国 城里的日子不远了 我这次来沈阳啊 就是想广泛地针灸一下各界 对我党建国以后的献言献策 同时完成参加这次政协筹备会议的 代表临选工作问题 太好了 首长 隔没这么多年 我就盼望着这一天 但是 首长 我们的工作的确没做好 到现在 也没有打掉徐汉原为首的这个特务小组 我担心他们不会让你的工作进展得顺利 这个徐汉原哪 确实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敌人 他这个时候在沈阳出现 应该演进我们足够的重视 报告 卫蜀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 兼政委大大军 副大队长马龙 向您报告 卫蜀大队长 你们好 卫蜀好 昨天晚上就是你们两个为我保驾护航的 你们辛苦了 卫蜀辛苦 首长 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本来我们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能抓到徐汉原哪 可是我 没关系 再狡猾的狐狸 也动不过你们这些好猎手 这个徐汉原确实是一个老奸巨华的特务头子 我跟他在一起缠斗了左右二十年 陈首长 放心 我们一定把这只跟您缠斗了二十年的老狐狸的尾巴给抓住 好 我听说你们最近在对徐汉原进行搜捕 怎么样 情况有什么进展吗 最新的线索就是我们发现了赵鹏的房东杨继 这个人曾在公车爆炸案的案发现场的附近住国 现在赢在头 他的新婚妻子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就是在案发前有一伙蒙面人闯入他们家 危险要三天之内现身 否则要给他们颜色看 我们怀疑 这个蒙面人的幕后主使人就是徐汉原 马龙已经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真去摸着这个杨继的线索顺藤摸瓜 让他们一往大惊 好吧 你们把所有的卷宗和破案思路交给四大队和公安 这个案子由他们负责 不对啊 您不信任我们了 为什么不让我们接着干下去 不 不是不信任你们 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 刚才李部长已经跟我说了 他这次来的工作重点 现在全国的革命形势非常好 我们马上要定都北平建立人民的新中国 为了开好整些会议 将有大批的爱国人士 从苏联赶过来 取到我们这里去北平 另外我们还要在和平饭店 召开一系列有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也很有可能是徐汉原他们的真正目标 所以你们的任务 是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 同时要保证与会代表的人身安全 对 老少 我希望你们能够让和平反对 永远地和平下去 请首长放心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好 我相信他 你们还要向前走 借芳 我可找到你们了 怎么了 我姐让你们赶紧去趟曲位 茂里的事儿必须马上解决 不能再拖来 回来 莫里 回来 你干吗去 你也是来比我的孩子 谁说的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你撒谎 我没撒谎 我刚刚才知道这个事 这段时间我在办案 所以才没来看你 你肯定会怪我 怪我那么长时间没出现 我想让你知道 我没出现不是因为我嫌弃你 不是要逃避面对你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不 不要再说下去了 你们不应该对我这么好 应该把我抓起来 我骗了你这么久 我是杀害你爱人的王兄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会站在你的身边 跟你一起成熟 我们应该在一起 我们不能分开 所以跟我走 我们回家 来 好吗 好吗 妈 妈 妈 我求你了 你帮我走吧 莫莉莉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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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莉 快过来莫莉醒了 快来 慢点 莫莉 莫莉 我这是在哪儿 你 你在医院呢 医院 滿佛莉 哪儿 五年 二十九年 小小小日 多允许 大家都能做换 霍莉 你渴吗 要不要喝点水 答应我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不管你提什么 我都答应你 真的吗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生 什么 我答应了 如果你想把孩子生下来的话 那就生 我帮你一起教育他 成为一个好人 好吗 老龙 怎么样 你小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走吧 臭小子跟你忙活了 一上火了 连个明白话都没有 弄好了没有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这网就放心了嘛 走 跟我装大油了啊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大夫说了 你得多吃东西 想吃什么跟大姐说 大姐回家给你坐去 谢谢大姐 谢谢大姐 莫莉啊 你可不知道 你昏迷了一天一夜都不行 大夫们都没办法了 连萧主任都说 你这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要给你做流产手术呢 后来她连夜开车去长春 接来了最好的妇产科医生了 怎么样啊 感动了 莫莫莉心中充满了温暖 充满了对谭大姐等人的感激 她深深地体会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同志们 和平饭店地处于繁华闹市区 前后经历了多次的改建和扩建 周围呢 有很多废弃的通道和夹壁墙 这给我们的安保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而且这个饭店客流量非常大 客源复杂 上级一再指示我们要勤政爱民 所以在安保的过程当中 不能简单地采取封闭清场的办法 更不适合大张旗鼓的设立敏感暗烧 所以我希望 大家根据饭店的具体情况 群策群立 对我制定的保卫预案 横挑鼻子竖条眼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要把所有的隐患都扼杀在摇篮里 把周边相邻的建筑情况 也要掌握清楚 大家能做到吗 可以 能做到 可以 明白 可以 明白 马龙说得非常好 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 提高到多高都不过 徐汉原为首的特务集团 依然在堂 我们不得不假设 他们这次的终极目标 就是和平饭店 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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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团人也不能够 没有异点 都没有异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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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正要去找大夫呢 正好你來了 你先進去看看吧 那個什麼 小燕 你去打熱水 我去找小夫人 跟她商量商量 看茉莉能吃點什麼 你先進屋吧 快點 快點 清安 剛才網絡跟你說什麼了 我問你話呢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走吧 我去哪兒啊 你讓我去哪兒 我告訴你 現在你肚子裡懷的是我的孩子 你怎麼可以嫁給她呢 我是可以嫁給她的 你太天真了吧 她現在是不知道你的過去 當有一天她知道你過去的時候 你覺得她還會包容你嗎 她還會包容這個孩子嗎 好 好不好 怎麼了 你們倆在說什麼呢 沒事 nicht 你皮膚 con 你皮膚乾了 那塊zetenen 过来 怎么回事啊 你刚才跟莫莉在说什么呢 不是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发下落下的回来取 你别打杀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莫莉嚷嚷什么呀 没什么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回去问莫莉 想想 行了 行 我都告诉你好吧 那你快说 莫莉她要嫁给马龙 她又带着孩子嫁给马龙 是啊 我知道 当时我也在场 那怎么可以呢 为什么不可以 你有没有考虑过 马龙是什么身份 她是革命战士 她怎么可以去抚养 一个特务的孩子 这有关政治立场 大是大非面前 这不可以的 有那么严重吗 你太年轻了 你根本就不懂 政治是最残酷的